苹果在遭重击 最值钱的业务又被削弱 在文章正式开始前 小雷想问一下那些正在使用iPhone的读者们 你们会经常使用iPhone自带的应用吗 小雷简单询问了一下同事 发现大多数iPhone用户使用时间 最长的都是第三方应用 而iPhone自带的应用 一般会被丢进一个文件夹中 打开频率自然也不高 不过就在iOS15正式版推送后 苹果取消了这一限制 虽然苹果没有正式宣布这一政策变化 但不少细心用户从9月21日前后 就已经发现并开始打分评论 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升级到iOS15 系统自带应用了评分评论只会越来越多 在去年 Apple Keydance曾以苹果涉嫌垄断的事情告上法院 Apple Keydance于2019年 建立了自己的游戏内支付系统 希望绕过苹果与谷歌制定的管理政策